今次影片就講兩件事 第一 自動校正 第二 自動圖文集 那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其實是很方便一些 爛人用的 什麼意思呢 譬如這裏 ASAP 其實是As soon as possible 的簡寫 我可不可以在Word 打回ASAP四個英文字母 我就出回整句As soon as possible 給我 有例如 可能我想打Goodnight 太長了 不如懶點啦 GDNITE 這樣 我輸入GDNITE 就出一個Goodnight的傳寫給我 那這一個就叫自動校正 那其實自動校正的原意就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可能會 手多多地打錯一些的英文字 那你串錯字的時候 那它就會跟你自動轉回對 那不是全部的 那你要預先就設定入去 那Word 就預先設定了一些 可能常犯的錯誤 那所以呢 就會有一個叫自動校正的功能 我們就借這個自動校正的功能 就說輸入簡寫 就出回傳寫 那樣 好了 第二個就叫自動圖文集 譬如可能有一些資訊 我經常性會重複使用 那你每一次都打出來就很花時間 譬如舉個例子 這裡有一間公司名 有個街名 有個電話號碼 我每一次都要打這四行字 那很麻煩的 那不如這樣啦 既然經常都用的 不如我就把這四句儲了入Word 下次要用的時候 我用老鼠仔 click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自動圖文集的功能 兩個做法都很簡單 先講自動校正 你要設定這個自動校正的功能 首先第一步 你就要懂得進入這個檔案 然後你就會找到選項 在選項的位置 有一個叫做校定 右邊你就會找到自動校正選項 按一按按按鈕進去 在這個市窗的底部 有一個叫取代的TestField 一個就是成為這樣 我們就說 取代就是打回簡寫 ASAP 取代ASAP 就成為什麼 成為長寫 就是A As soon as possible OK 接著打好東西之後 你按新增 做完了 已經 我們按確定 再按確定 好了 回到這個Word畫面的時候 我就可以測試一下 ASAP 空架 OK 就出傳射給我 好了 做一個Goodnight的例子 去回檔案 選項 調定 自動校正選項 Goodnight 取代Goodnight 就成為GOD 打回細寫 GOD Ni GHT Goodnight 新增 再按確定 其實又做完了 下次我就這樣打 GDNiT Ni GHT 不是 我是NiT E Goodnight OK 這一個就是自動校正的功能 非常之方便 好了 自動圖文集 更簡單 你們事先要打好你要儲存的資訊 那我就會把 接著就把這四項文字 就highlight了它 highlight了它之後呢 我們就選擇這一個就是 插入的 標籤 然後呢 你就會找到 找到一個叫做自動圖文集 或者叫快速組件 看看你什麼版本 找到自動圖文集 這個工具之後 你不要按住 底部有一個 不是喔 這裏這裏 版本有些不同 這字眼有些不同 那 自動圖文集 那 有兩個 這兩個其實就是事先的word 做了給我的 這樣 好了 但你再看下面 儲存選取項目自自動圖文集 即是說呢 我現在就把highlight了的四項文字 就給我記錄起來 這樣解釋 就給我一個名字 譬如這個公司名字 我就打 companyname name companyname 然後我就按確定 好了 那下次到你需要這個地址的時候 就簡單了 我可以這樣做 第一 我剛才給了這四項文字 一個名字 一個代號 叫companyname compan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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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我可以再按鍵盤的f3 就會自動出回整個地址給我 如果你覺得太麻煩了 自動圖文集 可能我做了很多個的 按多個代號 我記不到的 記不到不要緊的 你按回來這個 你按回來插入 找回這個自動圖文集的按鈕 你就可以選擇 哪一個項目你要加進去的文件 companyname 你見到 一按下去 立即出來 立即走出來 地址 OK 這兩個功能都很常用 或者都很方便 如果大家學會之後 相信對大家做事 是有幫助的